這個書的什麼 我不曉得很好的 人家叫做麻辣五師 我竟然被推薦 但是不是你們推薦 我是升科技推薦 很奇怪 我這學期沒有升科技課 我這學期三門課都是同事 有同事沒有人推薦 好奇怪 我同事的課其實 包括升科技為多次 每一課都是上課 都跟平常老師應該是不一樣 你會發現 跟傳統的老師都不一樣 很不可能叫你們去辯論 去做什麼語線當作 也不考試 很奇怪對不對 結果你們也不推薦我 竟然是升科技去推薦 好奇怪 你將課通推薦我幹嘛 不知道 不過你會發現我們的課 是設計的非常特別 看看跟普通的課都不一樣對不對 我是後來才知道有這個活動 可是我既然被寄來一個說你背面的時候 我才看到原來這個是要選什麼樣的老師 我才說 唉唷 我不一直都是這樣子的人嗎 奇怪 今天這一段其實還是生物科學的發展 跟醫學的關係 應用方面呢 醫學 包括我們上星期 上上星期是講的傳統的那些 傳染病啊 我們可以用很多種 抗生素的資料 用硬撓的預防等等 我們都講過了 也講過了一些跟這個 生殖 生殖醫學的那個是在後面 更比較主題 就是我們講的傳染病 遺植有關的 生殖醫學等到 你看我的課也很奇怪 有人第一次辯論是加入的 然後呢 那讓我們去辯論 第二次的辯論會 讓你們先去找資料去 辯護以後 我們再來上課 就是來試試看 有不同的方式的時候 哪一種你學得多 那今天呢 在這一個階段 有很多的疾病 不是跟外來的那些 病原體啊 這些東西相關的 是從我們生殖裡面 什麼的遺傳來的 周流來的 什麼來的 這些東西 是在我們生殖裡面 可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 所以我們特別請到 陳大醫學院的 新志偉教授 來為我們介紹 這個是他講後 人類基因體世代 其實他會講到很多 跟遺傳相關 遺傳疾病相關的 那個 因為他從醫學院來 所以你們很少碰到 問題也被醫學院教過 那個很少碰到 從醫學院來教的老師 那今天就請大家 請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新老師 謝謝趙老師的介紹 趙老師是我的老師 今天可能來跟各位 很高興來到中山大學 來中山大學很多次的 站上這個地方來講 那今天來聊一些事情 我們來看看 想做一個調查 既然想後人類基因 過程兩秒 請問有突然知道了 記憶體計畫是這個事情 知道了同學嗎 請問什麼 人類基因體計畫 人類基因體計畫 太好了 不知道 那我們就去看很多影片 來慢慢知道 接近這個事情 如果知道的話 我就想做完了 不知道想什麼 好 我們就先來看 來看個影片 我們就去看 這個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這些演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畢竟沒有那麼溫馴 這個片子可能很多人看過 看過這個廣告 對不對 這是一個車子的廣告 其實它透露一個訊息 透露什麼訊息 透露地球暖化 你也很好奇 是講人類精靈計劃跟地球暖化有什麼關係 其實人類精靈計劃畢竟是NH 就是國家衛生員提出來的計劃 是美國能源總統提出來的計劃 那你也很好奇 這跟能源總統有什麼關係 人類的基因跟能源有什麼關係 其實人類精靈計劃最早開始要解決一個問題 叫探討反的問題 就是在探討地球暖化 所以這個危機不是現在才開始 這個危機從1965年就開始討論地球暖化這個問題 討論了快20年 地球就越來越熱 我們的靈度線就從南方一直往北方 越見越遠 所以搞到現在北極雄面的地方 OK 這是我們一開始談這個東西 那飛來談這個事情 Life 生命有什麼 生命有四個現象 我們會談 第一個 要有代謝 你要吃東西 我們要進行一個Metabolism 第二個 主要生命要生長 你開始看到這件事情 我們開始要有感應 我們能知道外面的一些事情 然後呢 它能夠繁殖 那這些事情構成了生命的一個要素 於是乎在研究生命科學過程當中 就沿著這個思緒跟這個脈絡就一直往下走 那生物學的發現其實很簡單 生物學的發現在觀察 於是乎呢 我大概就整理了一個東西 我們把這個 這個如果我們來看 當我開始整理這個時代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我年紀大了 因為年紀大了 你喜歡講歷史 講話 於是我要開始整理了一下 從19 19從17世紀開始到20世紀的時候 到底人類生命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重大的一個突破 生命史以觀察開始跟命名 從最早這個開始 雷溫霍克的顯微鏡開始 很多人在 會開始回向你們高中生物學 可能你們最後一次接觸生物學的時候 通過交流以外 大概是高一生物科 對不對 那時候告訴你 有個顯微鏡 叫做雷溫霍克發明 雷溫霍克發明 有誰見過那個顯微鏡 你長什麼樣子 沒有問題 最近BBC做了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複製的複製 雷溫霍克發明 五百倍的觀察差不多現在一般我們在做科學的行徑就能達到這個程度,所以你現在十七十幾也有這個行復。 是在過一天。 所以,它現在有了電腦…但又何人看了它? 它是明圍繽紋了一天之後。 它是明圍繽紋了一堆市民。 而他想知道,有些關於科學的研究所在山上的攻略 而你會想到的力量 其實很多的研究所在研究中 所謂的研究所在研究中 但你沒想到,讓我們忘記了 沒有人有密集的興趣 我們會發現,在研究中,某個研究所在研究中 检查體驗 男人是努力量我手努力用心 皮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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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nly way to get enough curvature in the lens is to make it tiny. This was van Leeuwenhoek's secret and it requires great skill and patience. Van Leeuwenhoek built a staggering 247 microscopes, a new one every couple of months for over 50 years, and told nobody how he made them. We've placed a drop of my lake water onto a slide that slots into the device. With a bit of luck I'll be able to see what van Leeuwenhoek saw. Now I've looked down a fair few microscopes in my time and this is nothing like anything I've used before. It's fiendishly difficult to use so I've got hands with me just in case I can't see a thing. So what do I actually do? Where am I looking? And the wrong side, this hole is very tiny hole and there's a lens in it. Yes. And the lens, a little lens to see the sample that is the particle between the holes. So if I hold up the light, close to your eyes, and I can see, I can see green. There's a focus, you know. There's a focus. Yes, but there's a focus, you know. And this might be a... Away from my eye, this one. I'm going to try that off. It's so simple and it works so well. Yeah, that works. That really works. It's not how to focus. Oh wow. Oh my god, you can actually see moving creatures. So you now can see the image. That wasn't crazy. ceased. But I know this story, but I didn't think this is what I was going to actually see. It's just like, but you know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use. Oh my god, you remember it will have a well knownway.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我們開始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對當時人來講 是一個完全不足的魅力 你看到的是看得見的 是透過一個透鏡 可以看到看不見的魅力 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的一兩個大小的距離 就從到了所謂的微米 millimeter 到微米 下來 當雷彭波克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開始看到這個東西 後來有另外一個人叫胡克 今天時間的關係變得太長 我開始去定義這個東西叫行動 這時候在科學史上 發生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應該是先看到他 巴爾文 為什麼生命開始有這麼多的東西 這件事情是巴爾文 巴爾文只談了一件事情 叫做Nature Spike 所以大象的啟發 很早期就知道 象龜很大 這個大象的象龜 那個脖子比較高的 是在乾旱的地區 但他頭部比較高 在比較潮濕的地方 他後面這個地方的脖子比較低 這一個小孩 這一個小孩 讓這整個 讓巴爾文開始啟發這件事情 一直到他做了小的那 去到加拉拉哥群島 看到這個鳥 這個時候看到的多樣子 整個遺傳的地方 是 這個時候看到的多樣子 整個遺傳的地方 每一個每一個的遺傳整個的關係 就完全不同 雖然都是同樣的雀鳥 可是他嘴巴的固形就不太一樣 如果大家那時候開始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可不可能把這個東西做一個分類 當然這更早之前開始的 應該是一個分類的方法 好 當他把這個找出來 於是就開始公文區就有人去研究 這遺傳物質從哪裡來 那這時候就面臨了另外 另外生物學上面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性狀可以被延續下去 這生命的遺傳物質來自生 那生命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產生了一個非常有名的 現代在講 就是一學上面很有名的 我們每天都給他在一起 喝在鮮奶或什麼當中 就是用巴斯德爾法去把他殺菌 這個西加斯德爾法去殺菌 這個西加斯德爾法 那他還有一個故事 其實他去發明 他去做這個 Paris 1860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他開始產生一些科學競材 還有他加一個競材 你是在了解什麼 了解生命的 他是一個威脅的 超級大力 是一個很速度的 好幾千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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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